市長,各位委員,還有各位除練習的朋友們 我之所以剛剛打赤腳進來是因為我們被巨把擋在門外 沒有辦法進到這個環毛署 這是2006年的時候 我們同樣在這個環毛署呢 做成了這個 就是透過表決,表決失敗 最後讓這個案子通過 那還記得當時2006年的時候 加上我總共有八位委員 這八位委員當時聯合提案 就是這份提案 提案呢 要求本案要進入二屆環境 那我今天要來這邊問的是 這些當時所提的這些理由是不是都小事 當時所提的理由第一點是認為說 科學園區的用地 動輒數百公頃 持續侵蝕大面積的農地 耗用大量水資源 製造大量有機污染物 具有毒性化學災害風險等 然後呢 還有就是科學園區目前的這種擴張方式 發展的策略顯然已經超出我國的環境含農量 剛剛其實大家一直在談說廠商要遵守法規 可是呢都沒有想到說整體環境的負荷早已經超過 還有呢 科學園區的開發模式呢 是否對台灣的發展是不是真的最佳的第一 總體而言 當時我們委員是建議說 科學園區的持續擴張的問題 應該要進行政策環境 這是當時提案的第一點 第二點呢 就是基地的選址 一開始就是一個錯誤 可是呢 科學園區國科會到現在沒有辦法反省的事情 就是呢 只要廠商要哪一塊地 就是政府就要想方設法去幫他要到那塊地 完全不理會他所在的區位 當時有好幾位的這個地理學者都不斷提說 中科厚里基地位於生態上游區 下游有廣大的農地 河域生態海域生態 如果有污染的話 影響的範圍非常廣泛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是關於廢污水對河川沿海生態 以及農業生產 漁業的衝擊等等 那這些呢 當然有進行了一些評估 可是呢 仍然沒有辦法 化解民眾對方面的餘力 包括很多的專家也不斷在提出質疑 第四點呢 關於污染的家種 對居民的健康風險 當時不斷被提出來的 包括聖龍職場 風興鋼鐵 東義鋼鐵 厚里焚化炉等等 這些呢 污染所造成的背景值 本來就應該要納入這個評估之中 否則這個評估的價值跟意義是什麼 可是呢 我們看到的是 上次的這個會議中 第八次的會議中 我們試圖要解決這個方法 居然是做成一個附帶決議 由這個環保署呢 協助台中縣政府 對於這些既有的污染源呢 進行這個加強管制 改善這個空氣品質 我們要問一個 一句話就好 如果這些污染已經這麼嚴重 為什麼平常不要要求它減量 而是呢 因為中科要進駐才要配合它去減量 這個民眾會覺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到底 環保署發現說中科要進駐 然後我們試著要去幫他解套 然後才想做這個附帶捷律 我覺得這種方法是很糟糕 就是一直不理會污染背景加乘的問題 然後呢 接下來第四點呢 就是關於水資源 應該就第五點 第五點關於水資源的問題 這一次的處理方式是說 中科這邊的回覆是說 關於98年到101年的用水需求呢 風水期不需要調動其他水源 而枯水期呢 要滿足大甲溪大安溪 既有的農田灌溉需求之後呢 再供應厚禮園區 可是當時我們所知道的是呢 一旦這個中科開發之後呢 所造成的這個影響呢 大概會對整個這個 影響的這個面積 農業的枯水期的面積呢 概括大概有1625公頃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現在承諾說 好 你現在是要等到這個滿足灌溉用水之後呢 再提供厚禮基地 但是我要問一句話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承諾說 即使中科面臨缺水危機 你們就願意停工停產 絕對不調度農田用水 你們是不是敢 或者願意承諾這件事情 否則等到到時候呢 你現在說要等到這個 先優先滿足農業用水 到時候真的缺水的時候 還是要調度 這不是廢話嗎 所以除非你們有辦法做這種承諾 好 然後呢 這個以上我只是簡單的 描述一下這幾個重大的爭議 最後我表達三點 今天這個中科三期四期 包括四期會三蘇的局面 正是行政院環保署國科會 強勢為大財團排除投資障礙所一手造成 你們就是要快快快 快馬加鞭 到目前為止 國科會還在洋洋自得 非常得意的說 我們為廠商做了多好的事情 我們三個月內 五個月內的馬上就完成環評 真的是無恥到幾點 第二點 政府和大財團 低估了人民反撲的力量 高估了自己可以掌控司法的能力 所以可以為所欲為的 這樣隨便就要快速通過這類的環評 最後我要呼籲請黃民委員 不要再重蹈2006年的覆測 當時就是動用表決 以兩票之差就通過了 在強烈的嚴重的爭議中 強勢通過 如果再繼續這樣通過的話 我想會引起更大的反彈 所以我最後還是慎重的請所有委員 考慮 就是說目前後裏居民 跟環保產品 最大的共識就是希望本案 能夠進入二階環評 而不是要求本案不要開發 我想這其實是一個 可以讓社會大眾 重新對這個案子 各正義的雙方 重新對話的一個機會 請委員們慎重考慮 謝謝